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亡者之气 一见亡者相孙为何惊陷法国巴黎 我每次去巴黎看到他发呆 坐一个小时 这个相会走路 怎么走巴黎去 鹰人如何做到 以擅长驯服大象而闻名 驯服象可能在驯服牛之前 鹰虚考古95周年之际 考古公开课隆重推出 探秘鹰虚系列节目 承邀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 为您讲述鹰人服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考古有故事 文明有温度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途 欢迎各位收看考古公开课 也欢迎今天六位热爱考古的学员 欢迎大家的到来 今天我们的节目里要跟大家说说大象 说到大象你会想到什么呢 我们的生活里在哪能接触到大象 动物园 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下的旗叫象旗 为什么从古至今在文献里 我们好像都能看到大象的身影 为什么我看到那些悲客 那些木道上的石雕 大象似乎离我们很遥远 但是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 大象的身影又似乎无处不在 我们现在在大屏幕上能够看到的 这是1976年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的木造 富豪木当中出土的 极其精美的象牙雕刻的碑子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说说它 1928年 中国考古人在河南安阳小屯村 产起黄土 揭开了一个三千多年前 璀璨的王朝 殷商王朝的神秘面纱 自此九十余年间 殷虚考古发掘从未中断 1976年 殷虚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 唯一保存完整的 商代王室成员墓葬 富豪木横空出世 富豪木虽然墓室不大 但保存完好 随葬品极为丰富 除了青铜器和玉器之外 最令人惊叹的是 出土了三件保存蛮好的象牙杯 象牙杯设计非常巧妙 利用象牙弯曲的地方 十分自然地把它设计成一个倒水或倒酒的流物 空体的花纹极其繁入 上面都雕刻有滔铁纹和缠纹 滔铁的眉毛都有绿松石镶嵌 给人以非常鲜明的色彩感 这三件象牙艺术品让世人一保眼福 领略了三千多年前的象牙艺术品的绚丽多彩 这是富豪墓发掘 也是殷须发掘中最令人兴奋的文物之一 那么这宛若天成古今罕见的象牙杯 体现了古人那些精湛的雕刻工艺 象牙杯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如此制作精美 构思精巧的象牙杯 为什么会出土在富豪墓里 现场这一件是我们制作的模型 象牙杯的背后到底蕴藏了怎样的秘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 本期节目的主讲嘉宾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老师 彭林老师 您好 欢迎您 有请 童老师 象牙其实它是有机质 保存也非常的难 三千多年了 居然能够出土这么精美的象牙系 我相信您也会觉得很惊讶 很震惊 我们在广汉三星堆 成都经商遗址 考古现场都可以看到 象牙的体质很困难 保存的情况也是比我们期待的比较长 但是殷须这个富豪墓里面出土的象牙杯 似乎是一个例外 大概它埋藏的环境比较好 所以三件象牙杯几乎是保存的非常完美的 这很罕见的 上代的 三千多年 现在我们这样看 看不错大小 我告诉大家 42公分 如果摆在我面前 大概是这样的 两件小的 一模一样的 30公分 这里我们有一个尝试 大家知道这个象牙是怎么回事吗 这个象牙实际上有一点相当于一般动物的疗牙 它这个是从上牙营这个地方长出来的 有的像铲子 有的像剑 我在法国这个巴黎的自然博物馆 还看到这个象牙是这样的 你没见过吗 卷的 各种各样的 繁卷的 这件东西它是用的象牙的根部 不是在那个外面的 所以它比较粗 把它截下来一段 做了一个象牙背的一个主体 中间是掏空了 我们一般的象牙 主体的部分是实心的 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空心的 那么这个就把它掏空了 这个象牙它有个弧度 这个作者很聪明 很巧妙地把这个弧度 做成了一个 我们青铜器那个绝叫流 它就要倒出来 对不对 它做了这个东西 然后旁边做了一个盼 我们现在叫把手 用笋接法 那边弄个孔 这边把它插进去 我们看上去 总体上是浑然一体 这个盼 这个地方你看它还掏一个孔 显得不死板 通透 这边是一只老虎 前后腿都趴着 好像随时要扑出去 把尾巴做成倒卷的 显得它这个很活 主体部分大家可以看 这个雕刻的花纹极其繁入 密密麻麻 如果这个淘气 我们这称为叫满彩 它这个全部是雕刻了的 这个是一只鸟 这个是一只鸟 看到没有 这边这个是一个饕铁 大家看到没有 这眼珠子 这眼眶 对吧 上面是眉毛 饕铁是两侧 眼睛一边一个 耳朵一边一个 眉毛一边一个 它是往两边分布的 如果我们把杯子转过来 还有一个眼睛在那边 另外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现在叫葵 那么这个葵它只有一侧 以前叫葵一族椅 它只有 有的时候是一个角 有的时候只有一边 现在我们考古上 把这个单独朝一边的那个 把它叫葵 那么在这些东西之间的 这个底纹空的 都用云雷纹 把它填满了 所以我们看上去 特别繁荣 特别好看 这是另外一件 这是另外一件 那么这件比它小 整个的这个结构 它其实也是两部分 对吧 一个是杯铁 一个是一个盼 这个上面 它也是有 套贴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上面 眼睛 眉毛 这个地方特别轻松 商周时候 青铜器 另外像这一类的艺术品 它的主题之一 或者说是 最重要的主题 就是套贴纹 套贴纹 那么这件中 上面蓝的 叫绿松石 我们在商周的时候 非常喜欢用它 来做装饰 所以上面这个眼睛 眉毛 都嵌了绿松石 所以看上去 它是另外一种风格 经过装饰的 这一对杯子 那么这个它是本色 大家知道 这象牙色 是非常棒的 那么它呢 就说 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这个本体的 拿出来 就很漂亮 人家说 这是王者之气 把这个气派 不得了 刚才彭老师 带我们感受到的是 富豪木 象牙杯 本身散发出来的 这种不可替代的 工艺价值 确实很难得 我们也在想 到底是 什么样的工匠 才可以雕刻出 如此精美的作品 这很难雕的 很硬很硬的 象牙 是的 现在我们连在 猪的肩胶骨 牛的肩胶骨上面 刻甲骨纹 现在都是个难题 那个骨头就很硬 这象牙还要硬 是啊 那么 这个通企的花纹 或者是非常流畅 或者是非常的坚挺 所以也只有这样的 器物能配得上富豪 接下来我们要思考 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 这样的象牙是从哪来的 这个象牙杯 是不是当时 南方 各个方国进贡给他的 贡品 对啊 对不对 这个完全有可能啊 甚至都有可能是 雕刻好以后 作为礼物进贡来的 对啊 我们甲骨文里面 有很多记载的 牛的肩胶骨 乌龟壳 都是别的方国 进贡给他的 那么像这么 精美的艺术品 会不会是人家做好 直接送到 这些都是问号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 追寻一些线索 然后看看能不能 找到问题的答案 比如第一个问题 在三千多年前的 殷商时代 河南安阳地区还有大象吗 我们要破这个题 我们做史学研究的 就要想 它本身不会说话 对不对 我们就要想 这问题怎么解决 那么第一个 商代的社会状况 我们现在有十多万片 甲骨 甲骨上有大量的 关于商代社会生活的记载 那么甲骨学家 在研究甲骨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片甲骨 这个上面讲到了 抓象的一个记载 这是我们著名的 古文字学家 罗振玉先生 殷熙书期前边 其中有一片踏片 这是一片占卜的记载 最边上有两个字 在座的谁能给我论出来 下边那个我认识 那就是一大象 卷卷的鼻子大耳朵 这个象 它这个鼻子是勾的 老虎狮子都没有这东西的 另外它的尾巴 小尾巴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是象 上面这个字呢 能认出来吗 历史系的同学认识吗 我猜一下 可能是不是一个歌 就是一种兵器之类的 这个字呢 应该是个会意志 两部分拼起来会成一个意思 上面一部分呢 是一个锥 我们今天说 绝代佳人 是吧 那是两个土旁边 是吧 这不是的 这个旁边呢 不是土 它是到底的 一样长的 上面是一个锥 锥就是鸟 下面是手 五个手指头 简化 画了三个 这代表手 而且是右手 一个手抓住了一只鸟 就是繁写的一只鸟 两只鸟的支 以前我们繁体的右手 哦 只字 但在最早的时候 这个只这个字 是表示祸 抓祸了一只鸟 加工文里面祸什么 祸什么 很多的 比方祸鹿 多少头 上百头 几十头 祸西 犀牛 独角犀牛 这个里面度 那么这个地方是祸象 抓到了大象 哎 你看这个地方 它旁边一行 金 其 其语 其就是表示一问 未下雨吗 嗯 上面 其语 啊 知兮 允不语 他在问那天 下不下雨啊 先是问 呀 后来果然没有下雨 哎 抓到了一头象 嗯 就说明当地有象的 我们在殷虚的亡灵区 啊 就是伤亡死了以后 啊 比较集中的埋在一个区 啊 这个区的旁边有很大一片 就是埋 用来 祭祀的 人 或者是动物 啊 祭完了以后 他就挖个坑 把它埋了 一大片啊 啊 其中我们在里面 发现了 有一个坑 里面有一头象 还有一个人 嗯 就说明这个人呢 是管这个象的 死了以后 跟他寻葬 埋在一起了 饲养员 可能还是培训师哦 哦 也有可能 那么更有意思的 就是在一个坑里面 发现了一个小象 为什么说它小象 它那个牙还没长出来 嗯 非常小 跟一头猪 啊 埋在一起 最让我们感到 啊 惊讶的 它的脖子这里 有个小铃铛 看到没有 圈出来 哦 这个象是什么象 宠物象 对不对 哎 这个小象 牵着完了 那么这个大象呢 还可以用来做牺牲的 那么死了以后呢 这个象牙要拿下来 做象牙器 啊 做脏食品 这两条线索 能够告诉我们 在这一时期 中原大地上 是有大象的 有象的 哎 还不光这样啊 呃 这个在加工物里面 有一个字啊 来我们看看 第三条线索 来 大家猜猜看 这个是什么字 大象以外的 另外一个符号 刚才已经出现过 我跟大家讲 是左手 还是右手 嗯 这跟什么有关 抓获 牵引 这是一只手 一只手 我们写成一个右 也可以反写字 写成就是 我们现在一撇三点 嗯 为人民服务的 为 啊 这个繁体字 哦 著名的文字学家 罗振毅先生呢 这个地方有个考试 啊 他说这是一个会议字 啊 是一只手 牵着一个象 这个字就很有意思了 人牵着一个象 干嘛 让他干活 我们现在到泰国去 到缅甸去 看到这个人呢 牵着象 或者上面 驮着东西 或者骑着人 啊 那么这个字呢 实际上 为 作为 为就是做事 嗯 因伤王朝的人 很了不起 他们取得天下之前的 他们的领袖 那他不能叫王 啊 先公先王 王是取得政权以后 都叫王 取得政权 以前 呃 有好多个先公 其中一个先公叫王害 啊 很有名 王害 扶牛 扶呢 哎 就是把它降服了 用的来听我的话 嗯 让他拉着车 到遥远的地方 去做贸易 所以人家 把他叫商人 他们是最早 啊 经商的 这个经商呢 未来到远的地方去 啊 那么他 要用这个牛的力量 来拉出 那么罗征玉讲呢 他们有扶牛 驯服这个牛 那么现在看来 很有可能 他是驯服象的 嗯 这个驯服象 可能在驯服牛之前 啊 所以大家以后到泰国 看到那个人 牵个象啊 不要大惊小怪 我们三千多年前 早就做到了 而且我们上古传说里面 说这个 顺帝 小时候也是用这个 大象来耕田的 看来是有根据的 有根据的 在座有没有河南人 你河南人 我一半 那你应该告诉我 河南为什么简称玉 对不对 大雨至水 化天下为九州 对 那么有一些州名 一直沿用到现在 啊 河北叫济 对 对吧 三栋还有沿州 青州 这个都是九州里面 嗯 玉也是九州里面 九州里面唯一一个里面 带象的这个州 就是今天的河南 那河南的简称叫玉 一边是一个鱼 一边是个象 看来真的是跟大象有关了 那肯定的 这是我们著名的古文字学家 先称史学家 啊 徐中书先生 他考试过一些非常著名的文字 这些文字都解决了大问题 玉这个字啊 它是个会义字 不是行生字啊 那个玉不是身符 它是从一个成义的义 额变过来的 这个义是一个口一个八 我们今天这样写的 青铜器里面这个义呢 都写成这样了 上面一个圆圈表示是一个城 然后那个下面一个人 像贵作的 表示这个城里面住的是人 义的本义 就是人住的那个地方 一个聚落 这个聚落可以是 十字之一 人语里面讲 也可以是千户之一 聚落 这个写法呢 后来到了东州 到了东州啊 写东西啊 比较快 比较潦草 这个就变了 上面明明是个圆的 啊 它就把它写成一个三角 明明下面一个人贵作的 它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再到后来呢 就写成这样了 国民碑 我们还能看出这个意思 然后你这下来到第三个 你就看到 那两个串到一起去了 两个连起来的这个 在小传里面就是玉 玉碑的玉 所以以额传额 这个义呢 后来变成了玉 哦 它的本义就是像 生活的国度 或者叫城市 就是像义 或者是有像的 有很多像的一个诚意 所以它的原本的字意是 像 大像聚集的 或者有大像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 尽管今天没有像了 在河南 但是呢 这一个字为我们保留了 在先秦时期 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 它是以像的存在 作为一个特色 所以我们到河南呢 很多以大像命名的 据我所知 有一个最有名出版社 就叫大像出版社 还有很多公司啊 很多这个大楼啊 都以大像命名 让这个历史跟我们今天 又对接上 彭老师讲了这么多 我们的六位学员 有什么问题 想跟彭老师交流一下的 来 彭老师您好 通过您刚才的讲述 我发现在象牙碑和象尊上 都发现有这个饕铁文 那这个饕铁文 在古代有什么特殊的寓意 或者是象征呢 这个饕铁是一种传说中的 一种猛兽 通常这样认为 那么书上讲的都不一样 通常来讲呢 说这个东西呢 是特别贪吃的 一种兽 连人都吃怪怪 一个人那么大 是吧 那么铜器上的这个饕铁文 有的说呢 是相当于一种 表示威猛 表示权力 这样的说法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呢 就是当代的这个 饕铁文的布局 实际上跟两组 玉器的布局 是阴霾相承的 而两组玉器上的这个寿命文 不是饕铁文 是什么 有人说是虎 因为他被一个人压住了 压住了 你可以看到 他那个脚啊 那个爪子啊 非常锋利 被压在下面 然后有疗牙 那么是什么 有的人说是老虎 有的人说是什么 我想没有充分的证据 我们不要去说得太死 好 就是一种猛兽 在三千年前的时候 在中原地区 依然是大象活动 频繁地地带 河南这个地方 被称之为象之国 那当时的条件 到底是怎么样 为什么在三千年前的时候 这个地方 还会有大象的活动呢 我们这个气候呢 几千年来变化非常大 我们国家有一位 非常著名的学者 叫朱可真 气象学家 他研究中国呢 几千年来 那个气候变化 那么发现呢 大概三千多年前 河南安阳 殷序这个地方 气温比现在 年平均气温要高几度 不仅气温高 雨水充沛 很适合大象 在这里生活 所以当时这地方 有大象 是很合理 温度也好 亚热带季风气候 然后雨量又比较充沛 植被也比较多 对 那么当时这个象呢 从分类上讲 主要是剑齿象 剑齿象 下面分类 大概有三十种 我们中国大概有其中的十种 这么多 那么这个剑齿象呢 我们中国经常把它叫灵齿象 它这个相当于人的后巢牙 它是灵形的 它生下来不是这样的 然后它用这个地方搅搅搅搅到一定的程度 它这个平面呢 是灵形 所以我们叫它 叫灵齿象 我们国家呢 很多地方 像这个甘肃 现在我们不能想象了 甘肃怎么有象 甘肃的河水 天水 林台 南州 北京建首都机场的时候 都挖出象的骨头来的 陕西的沿川 巡邑 我们河南的郑州 河北的造县 保定 湖北的丹江口 山东 山东呢 有一个叫做朱城 有十几个地方发现了这个象的遗骨 大概总数呢 有将近一百件 所以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 在我们这个广袤的大地上 原来这个庞然大物 其实曾经是遍地都有的 我们在甘肃的河水 发现了一个象 这个象保存的完整到什么程度 在世界上很罕见的 据说这个象有一个习惯的 如果他们的同胞有一头象死了 他们会围在那里 最后呢 把它分解 分解以后到不同的地方去埋掉 所以我们往往在博卧馆一看 就是头部一部分 有的是腿部一部分 对吧 甘肃的河水 这个象就是它嘴里的舌头 舌头不全是肉啊 有软骨的 这东西不容易保存的 可是这头像连口腔里面的舌头的软骨 都保存了 这个脚趾它有分好多节 最外面的那一小节 那是非常细小的 对 都完整地保存了 唯一的缺憾是它的尾巴 最头上少了一节 那么大家分心了 这个象跑到沼泽地里面去了 然后就喊叫了 然后周围的象都来了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它往下沉 这时候有的象不甘心 就用鼻子去卷它的尾巴 结果把尾巴拉断了一节 这个推向是合理的 现在这个象被我们完整地起缩来了 而且非常大 有四米高 八米长 那个牙达到三米多 很惊人 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 让我们一下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画面感 原来我们这个广袤的大地上 曾经一度真的是大象密布 而我们讲到这个象之国 马上要提到这个话题 就让我们觉得很难过了 到处都有 三千多年前的时候还有 大象后来为什么慢慢慢慢 从这些地区就消失了 到今天为止仅存在于西南的 我们的丛林西双板纳这一带 唯一只剩下亚洲象的丛林种的 这一个亚种 对对对 其实我们今天讲象牙碑 要从河南讲起 实际上是唤醒大家一个 环境变迁的意识 我们这个自然环境 它不是一层不变的 几千年来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一个基本的就是气候 那变了 大象的不太适合生存 那个时候雨水多现 北方很旱的 所以是环境的变迁 是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还有什么原因呢 还有一个呢 我们人类有个很要不得的问题 就是 这个象牙 很名贵啊 象牙是我用象牙做桌子 我用象牙做筷子 你看富豪木这个 他是上王寺的贵族 是吧 那么你要做这些东西 就要去杀这个象牙 对不对 这个人呢 为了要争夺这个财富 猎杀 杀了以后把他牙 拿掉 那么这样使他的数量 也大大减少 彭老师您说当时的这个 国与国之间 部落之间的这个战争 会不会也是一个 也有啊 这个史书上记载 当时这个上周王很暴虐的 他驱赶着象去打仗啊 后来王克上以后 觉得这个东西很可恶啊 他要踩到谁 谁还能活吗 所以当时把这些虎豹啊 这些象啊都 往南驱赶 其实我们一直到明朝 那个时候啊 像长沙街头啊 都还有出现过象 现在它只有天居 西上版纳 这个一小块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了 象之国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呼唤起大家的 环保意识 大象是我们人类 最好的朋友 帮我们做很多事 而且通常情况下 它是很温和的 对 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大象是吉祥的象征 对 我们说到中国呢 还会说到龙这样一个图腾 其实大象的文士 大象的文化 早就已经深深地融入了 中华文化当中 我想这部分的内容呢 也是要请彭老师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 那从哪些层面大象走进了先秦社会当中呢 我们继续把掌声和舞台留给彭林老师 有请彭老师 这个象的价值非常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这个牙上面 在和姆渡遗址里面 和姆渡文化它分成四漆 在一期的地层里面 我们曾经发现了三件 圆雕的 它不是在上面阴刻阳刻 它是把它做成立体的象牙笔 据说这个呢是工具 还有呢在二期地层里面出土一件 我们说不出来它是干什么的 我们给它定名呢 就叫盖茂形器 好像是盖在一个上面的盖子 至于盖在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 这是判断叫盖茂形器 那么最著名的一件呢 叫双鸟朝阳闻象牙叠形器 上面两个孔 这边两个孔 中间是两孔 朝下有鸟的眼睛和鸟的慧 这边数过来第二个 这个孔的旁边就是一个鸟的慧 然后有它的眼睛 然后这边数过去第二个孔 下面也有一个鸟慧和一个眼睛 下面一个身子 中间的一个类似有一点火焰状的太阳 那么考古工作者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 叫双鸟朝阳 我们现在去参观和姆渡遗址公园 那里也有博物馆 就是在大的石头柱子上面做了一个这个东西 完全是仿象牙的架在上面 因为这个东西它会像鸟 鸟朝着太阳 那么这个太阳象征做热 象征做光 象征做未来 他们做这样一个东西 七千年前的鱼瑶人寄托了他的思想 另外和姆渡出土过一把书子象牙的 上面有十六根尺 它七千多年 两千年以后在山东太安大文口文化遗址 也出土了一把象牙书 这个书子做得比它复杂一些 它是一块像板一样的 上面一部分它一个S型的 另外还有一条一条的镂空的 我们前面说了象牙是很硬的 但是它把它做了装饰 一切一切的线条 一看的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笨的 而是通灵的一个很有灵气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头部 对不对 终于要叫你天天要拿手指去梳头 我们中国人七千年前 别把他们想得太糟糕了 他们有精神追求了 大文口甚至还出现了 用象牙做的雕桶 雕刻地抠出来的雕 另外还有虫 我们在梁祖文化里面的玉虫 这个一看他们作为象牙 那是驾清救赎 那么在生活里面呢 我们文献里也大量地提到 我们使用象牙器 比方诗经 这个卫风 雕风 等等里面都提到一种东西呢 叫象器 那么叫象器呢 那肯定是象牙做的 那么我们经学家就是解释呢 这个东西样子有一点像簪子 我们在梁祖文化遗址 看到那玉座的这个簪子 长长短短 象器大概也是 经学家说呢 这东西是脑痒痒的 我们手没这么长 够不着 那么我们可以拿象牙做的 很舒服 很柔和 去抓 那么平时呢 可以这样插着 或者是在头发上 也很美的 那么礼记里面呢 大量地提到这个象牙器 比方说孔子呢 这个配象环五寸 很大的了 这个象牙很长 我们破下来 一截一截 可以做成环 那么摆在腰间呢 很漂亮 上面这个带子 都有专门的颜色和这个做法 所以这个 在生活里面呢 很多 台本书叫《战国册》里面提到 战国四君子 其中有位叫孟长军 他到楚国 有个楚人一看 哦呦 这个公子来了 现象床 这个象床是一个什么样子 当然没有具体的描写 总而言之 那个时候象在我们祖国的大江南北 普遍存在 跟我们中国人的生活 关系很密切 这个中间呢 既有友好的相处 把他当宠物 让他和我们一起工作 另外呢 我们也有利用象牙来装饰 点缀 美化我们的生活 做非常好的工艺品 所以我们现在想起来 我们一方面觉得很温馨 同时也觉得我们对不住 像这样一位好朋友 这就激发了我们今天 不要再用象牙制品 我们拒绝对象的列上 谢谢 谢谢彭老师 刚才彭老师跟我们分享了 大象在我们的古老的文化传统当中 它的重要性 当然了我们说象文化 其实是渗透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的 比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青铜器里面 有非常精美的 象的形象的青铜器 我们请彭老师跟我分享几个 好不好 对 好的 这个象呢 长得非常憨厚 非常可爱 所以我们这个古人呢 他很细心地观察这个象 加工我里面你看 鼻子是怎么勾的 对吧 尾巴是怎么长的 我们对于象的那个特征的捕捉 那是这个妙不可言 那么到了商店呢 我们就不得了了 这件东西非常有名 这个象呢 你看整个的它是一种写实风格 这个鼻子怎么上去的 这个腿呢非常粗 下面那个像指甲一样的这东西呢 都做得很逼真 身上呢 还有这种半圆雕式的花纹 然后这件东西呢 它上面应该还有一个盖子 大家看到没有 上面一个窟窿 就是它那个腹部啊 里面是空的 这个尊嘛 通常来说放酒 放什么的 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漆口 我们现在茶壶盖子 不是多一个漆口吗 它上面还有一个 但是很可惜 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呢 没有了 那彭老师按您这个说法 它那个长鼻子就是流啊 照道理应该是应该是这样 那你看呢 这个 这个是相尊还是诸尊 就是 这个通常 还是把它叫相尊 因为它这个鼻子 在那里呢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跟南方做的这个东西呢 相比 就没有它那么漂亮 这件器物的造型 非常的有趣 身体看起来 耳朵 神情 更像是猪 但是又有个长长的鼻子 您很有趣 这个尾巴是板状的 你像这个它条状 三四十年之间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在国家博物馆 有一次全国的 拣选青铜器展览 这个里面 发现了很多国宝籍的东西 其中有一件 一百多斤的一个脑 这个器物是很有意思的 下面一个柄 那个柄是空的 可以插在一个东西上面 然后敲的 很大很厚重的一个 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现 方便中 中是要倒过来 对 把它吊起来敲 这个是插在上面敲 这是脑 这个脑上面两只像 看到没有 这个敲击的部位 两个像 鼻子对鼻子 在那里玩 左右对称 这个做得非常生动 我们再看看这边 这很有意思 我们故宫啊 有一件器皿 这个器皿 它下面不是三个竹 四个竹 它叫圈竹 一圈都是竹 在那里是吧 然后在上面呢 它有九头像 这个像呢 好像牌号队都朝左 一个方向一圈 所以它的名字叫九像尊 这个器皿的名字 叫尊 这个叫九像尊 无独有偶 在德国科隆 也有一件跟它幽默一样 而像的头朝相反的方向 朝右 可以肯定原来是一套 对不对 结果呢 一个东来一个西 不知道哪天 它们才能还原 考古公开课 我们说了这么多 精美的艺术品 我想问彭老师一个问题 您见过了那么多 精美的大象造型的器物 在您的心中 您认为您曾经接触到的 看到的最精美的一件 是什么 哎呀 在巴黎啊 你们去过巴黎没有 以后一定要去啊 一定要按照我说的 要看这个博物馆 00年代大概是 我们国家遭受了一场劫难 无数的国宝流落到海外 法国当时有一个博物馆 他从一个拍卖会上用了三千 法郎买了一件青铜器 这个青铜器是一个像 你咱们刚才看到的都要大 96公分 将近一米了 这么大 非常大的一个东西 后来这个人买了以后呢 把它捐出去了 进了卢浮宫了 卢浮宫里面的东西很多啊 后来他们就把亚洲的东亚的这一部分东西 全部单独的拿出来 放在一个叫极美博物馆 现在我们没进去 里面都是印度的啊 印度尼西亚的啊 泰国的啊 各种各样的文物 据说那个博物馆里面 中国的东西特别多 但是这一件东西呢 应该是博物宝级的东西 当时我们都没有机会 在以前我们出国的机会很少 上海市跟巴黎搞文化交流 他们特别想看 我们中国的一件周代的同气 说能不能借斩 借到我这里来斩几个月 我们马上上海博物馆提出来 那我们希望把这件东西 拿到我这里来斩几个月 结果这达成了 成了一段佳话 这件东西在上海斩出以后 引起轰动啊 这个气魄啊 以前我看四阳方针是 让我简直是 震撼了 看了这件东西 那真是感到 上外友善 天外友善 您的意思是说 这件器物带给您的视觉 和艺术的冲击 甚至可以超越四阳方针 后来我有机会到巴黎去 我每次去巴黎一定要到金美博物馆 干什么 坐在这个橱窗的旁边 看着它发呆 坐一个小时 我们的国宝啊 这个相会走路啊 怎么走巴黎去了 哎呀 你看着它 不能离去 这一件它这个体型 特别大 也很高 里面是空的 整个一个鼻子 断了 原来应该比这个 像哪有这么短的鼻子 然后整个的气身 除了这个腿的内侧 下面一部分 脚底没有花纹 通气的花纹 原来这个背上呢 你看也是有盖子的 在拍卖的时候 这个原来的盖子不见了 那个拍卖的人 就随便找了一个东西 塞在上面 所有的人一看 瞎掰 这两个它不是一个东西 后来就把这个拿掉了 所以到现在呢 它还是空的 缺这个盖 四个腿都是空的 有一个腿里面 还残留着 铸造的时候 里面的泥心 里面还有这个泥 没有清干净 这个盖子的地方 还留着气口 这个气口呢 大概比较薄 有一点残损了 这盖子应该什么样的 我们刚才看了 大家应该知道 因为这种器物 实际上都使用了 里面撞东西 一定要有盖子 我大胆地猜一下 这个盖子啊 上面可能那个钮 还是个像 对 一个小像 对 一个大像 驮住一个小像 对 好像有天人之乐 父子之亲 对不对 非常遗憾的 这个上面 一个这么好的像 这个上面的盖子 丢了 潘老师您看这儿 我们找到了一个做的比较粗帅的一个模型 示意 有那个意思 对 您上手看看 对 实际上它这是一个 像我们现在茶壶上面 它一定有个抓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抓的东西 对吧 那么很可能呢 集围象征上面 就这样一个东西 好的 谢谢您 青铜戏啊 叫尊的很多 因为它是礼器 行礼的时候要装酒 我们现在叫酒尊嘛 所以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都是装酒 因为我们中国的农业发达得很早 大概距离现在一万年 我们就进入农业文明时代了 刚才我们提到和姆度 离现在七千年 外观那个遗址里面 发现那个稻谷 十万斤以上 那个粮食多了怎么办 要金加工 深加工 做成酒 所以你的意思 喜美乡村有可能是酒具 应该是酒具 可是它这么大 那个酒怎么倒出来 不怕大嘛 这个现在我们还不是 还有酒缸嘛 是吧 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可以说礼器 是吧 这个像上面一个字没有 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 古器物学家 要研究 什么年代的 大家是 沙沛行事 我们国家南北方 在青铜时代 制作的器物 那个风格呢 又明显不同 因为中原地区 比较注重宗法 做的青铜器呢 大部分是宗庙里面的重器 顶啊 啊 鬼啊 斧啊 样子呢 都比较庄重 啊 给人的感觉是 啊 一般一样 那么南方的这个特色呢 跟它就不太一样了 啊 生活气息更浓 啊 我们生活里面有羊 我有双羊尊 我有猪 我又有猪尊 对吧 我有象 有象尊 它这个赋予生活气息 当然它也是可以实用的 啊 那么这个风格呢 啊 相差的 啊 很明显 那么我们看这个象呢 这个两边是一个主体面 主体面上的花纹是什么 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陶贴纹 看到没有 眼睛 这边一个眼睛 这是鼻子 那边也是这样的 这个陶贴纹 是商周时期 中原的最典型的 这个装饰纹 我们可以肯定 这件东西 它这个布图 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但是呢 它跟中原文化呢 又不一样 刚才说了 中原的人弄顶啊 尾啊 斧啊 方方正正 不太弄动 那么它弄动 比方说双羊针 一个针啊 一头一个羊 就好像两头羊呢 背着一个器皿 双羊针 湖南有的地方 还有那个猪 叫狮 马牛羊 鸡犬 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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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的一大特点 北方很罕见 像刚才在宝记发现的那个你看身上的纹饰很简单 不像这一种 那么这是第二个 第三呢里面有很多特点 比方说这个像 这个地方有两个鼓起来的包 脱出来的 真正的像没这个东西 宝记那个像也没这个东西 但是湖南在做的动物的东西 很喜欢在脑门上弄两个东西 然后这个两个眼睛之间这个菱形的反反复复的菱形弄出了这个东西 就北方人也没有 更重要的一个证据 在这些地方它这个装饰的纹路有点像鱼鳞 又不像鱼鳞 这样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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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耳朵上也是这样的 两个耳朵上布满了这一种像鱼鳞又不是鱼鳞的东西 湖南人特别喜欢用这种装饰 我们在江西新干大扬州遗址也上代的 有一只虎那很有名的 下面那个主体是一个张开了血盆大口的一只虎 怕那里 眼睛瞪得很大好像要扑出去要捕食 结果背上一只小鸟很顽皮的瞪在上面 这个在艺术上这种反差是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你看大象 这种锐兽它背上是小象 狮子底下是小狮子 唯独老虎这个形象特别奇怪 老虎身上不是小老虎 是鸟 对 它这个是脑子很灵活的 你是弄着小老虎好呢 还是弄着鸟好呢 就发现一个这么凶猛的头 一个小鸟在它上面 你看神态自然 大家想想看你们见过的所有的青铜区 有老虎的这个图案出现的时候 它背上基本上都是小鸟 没有小老虎 那个老虎你要仔细看尾巴这里 一条一条一条 就是像鱼鳞状 这个东西只有江西湖南这一队 湖南人尤其喜欢 大量的器物 这上面都有类似一项鱼鳞文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成为我们破译 象尊它的产地的 这个密码的一个很重要的钥匙 所以最后大家都比较一致地形成了看法 这件像尊是湖南出的 但它吸收了中原文明的特点 同时呢又融入了南方人 这种审美的情绪 我想我只要去吃巴黎 我一定要去探望一下 我们中国的走投 孤独的大乡 谢谢 谢谢冯老师 我们今天啊 从三千多年前富豪墓当中出土的 精美绝伦的象牙碑 一直讲到了 至今还流落在海外的 体量硕大的象尊 一方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 象在中国文化当中的流转传承 更重要的 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 今天彭林教授 对于文献资料 出土资料的严谨 认真的分析判断 当然我想我们在向古代的工匠 致敬的同时 也要向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来致敬 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 这个文化的讲述 把这个大象所代表的 吉祥美好的寓意送给大家 让我们起立 再次把掌声和敬意 送给彭林先生 谢谢您 谢谢冯老师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考古公开课 希望今天的讲课内容 能够唤醒大家的生态环保意识 让我们一起热爱自然 守护好我们的地球家园 节目的最后 祝愿大家气象万千万象更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